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点酸麻 但当我看到抽屉里手机上齐灰的五个未接来电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打电话八成又是为了她老娘的事 果不其然 刚接通电话她就叫开了 姑奶奶 您终于回电话了 快回家去看看吧 我妈都给我打了七八个电话了 兴起的 你妈给你打电话 你让我回去 她生的是你 不是我 我这不是走不开吗 今天总公司啊 这个领导在巡视呢 我哪敢呢 拜托拉行嘛 我自然一辈子只做两件事 一种是自己想做的 另一种是应该做的 眼下这事呢 是我真不愿意做 却又迫于身份不得不去做 不想做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做人 好难 到家 刚打开门 就听到婆婆在喊 灰子啊 妈 是我 话音微落 往客厅刚走不过五步 我胃里的东西就开始翻腾 中午吃的那两多米饭 再叫嚣着跑出来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带渣的和不带渣的排泄物和 哎呀 混合抽味 保姆陈怡不知去想 我连忙奔向个窗户 把所有能打开的窗户都打开后 找了个口罩 又找了双皮手套后 再走向婆婆房间 小婧 我饿 婆婆孩子试得可怜巴巴的几个字 又让我湿了眼眶 为了掩饰情绪 我开始动手先婆婆的背单 沉了沉之后才回话说 我知道了 先帮您把裤子换下好吗 我不知道别的家庭是怎样的 我的家反正是从公共去世后不久 婆婆意外中风导致下半身不随 之后呢 命运就开始改写了 一年半前 婆婆中风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后 又在乡下住了五个来月 婆婆这人 没中风时是个远近闻名的泼辣烛 中风后还是不改本色 前后闹走了三个保姆 蔬菜不是说没煮熟 就是煮得太烂 没熟的说是喂兔子的 煮烂的说是喂猪的 反正就是左不如意又不称心 后来到第五个月 因天气炎热 请的保姆也不是很负责 导致婆婆身上大面积溃烂后 齐灰就把她接到我们这儿来了 也重新请了人 也就是那时期 我才真正知道 婆婆究竟有多难伺候 别看她下半身不能动 但叫起人来 声音之响亮 完全不亚于一个正常人 而且她可以在半小时内 要求喝五次水 每次又只喝一小口 顶多两口 不停地喝又不停地尿 想想都累心 所以除非是她睡着我 不然陪在她身边的人 是休想能休息片刻的 保姆不上班的晚上 多数日子是我陪护 我是个中学老师 有时忙不过来 会把学生作业或者试卷带回家改 我改一张卷的功夫 有时要起两次身 最少有一次 有时是喝水 有时是脑痒痒 或者是让你给的按摩 上高中的女儿更是耐不住 家中难闻的气味 和她奶奶的闹腾 早改度寄宿了 搬到我这儿后 婆婆又先后赶走了两个保姆 加上今天这 是第三个了 本来这工作就没几个人愿意做 加上婆婆的臭脾气 和爱嗦的性格 保姆的离开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有时见得她人老又孤单 躺在床上也可怜 所以我得闲的时候会陪她说说话 也听她讲讲年轻时的事 见她对保姆 腰三喝四的 我也会好言相劝 慢慢的婆婆也改变了些 会好好说话 见我忙的时候 也会忍着不叫我 只是她和齐辉说的一句话 却无意中扔了个炸弹给我们 婆婆对齐辉说 所有陪护过她的人里 她最满意我 要是我能代替保姆 一直陪护她的话 让她少活两年 她都愿意 这下好了 齐辉过不了两天 就在我这儿唠叨 让我辞职照顾她 尤其是老太太跟她抱怨 保姆照顾不周时 我每次都拒绝 可过不了多久 她又会重提 想到这儿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问婆婆 妈 陈怡呢 她东西也不见了 是走了吗 内性陈的懒死了 妈要喝水 她就说我不能再喝了 还不是想偷懒 你回来照顾妈好不 妈要退出金 赵付你工资 你会陪我说话 不像他们 动不动就让我睡觉 还威胁我不睡 就不给饭吃 我抱脏衣服的手愣住了 心中又酸又涩 我如果愿意辞职 早就辞了 可我又不知道 怎样和她说 于是我只好和她说 妈 您不是饿了吗 我去帮您做点吃的 您等会儿 我很快的 洗衣机在嗡嗡作响 我心里七上八下 齐辉回来 肯定又会说起 我辞职的事 我要怎么办 晚上九点半 齐辉到家的头件事 就是冲进婆婆房间 见婆婆正半坐在床上 咧嘴望着她后 才回方换衣服 连睡前 我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于婷 你看妈现在这个样子 保姆一个个都待不长 她这身体 短时间内 好也好不起来 要不 没有要不 齐辉 当老师是我儿时 就有着愿望 看着孩子们那一双双 天真无邪的眼睛 我感知到了 这个世界真正的干净 我愿意把平生所学 全部都献给讲台 而且我现在正是 平直撑的关键时期 我不为此知 齐辉坐在床上 半搭了着脑袋 把眼镜取下后 伸出右手食指和大拇指 轻轻地捏着鼻梁的上端 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们可以有别的办法的 齐辉 我伸出手去 想拉拉她的手 她却迅速地 在我的手落下之前 借放眼镜 身子侧向了背离我的方向 我知道 她这是在无声地和我抗衡 那请两天假 总行吧 我明天再去找保姆看 保姆来之前 麻烦你几天 总可以吧 我教的是九年级英语 每一集课都不能浪费 缺的课 只能调到以后的时间 再补回来 假是真请不起 可眼下身为民企副总经理的她 也是分身法术 她又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如果我再不同意她这提议 她也确实为难 于是我只好默许了 可是我万没料到 齐辉 这一请保姆 就是一个星期不见人 头两天 她发来微信说 要加班到很晚 懒得奔波 就睡在办公室了 我没在意 在第三天的时候 学校调课已经很麻烦 我想让齐辉 每天请半天假 回来替我 可她竟然说 她临时被领导派去出差了 问她保姆的事 她只说那边没回复 她这一走 直接就把我架到了火上 教处调课不动 催我回去上课 婆婆这又脱不开身 于是我只好跟婆婆 好言好语 把水和吃的放床边 然后窜去学校 上两届课 再回来 晚自习值班 我只好请班主任老师带了 好不容易 这样又熬过了两天 第六天下班回家路上 我再打电话给齐辉 她却回复说 她还没回 我心头的火 蹭着就点着了 你明知道家里的情况还出差 您的公司就没别的人 可以带你去吗 少了你 公司也照样运转 我也不想老婆 真是没办法 你没办法 我这活活被逼成了女超人 就是办法了 再人两天 老婆 求你了 又是这一套 我连多听一个字的欲望都没有了 飞快挂了电话 突然 一不愣神 我感觉自己和一个人 撞了个满怀 抬头一看 是齐辉公司的一个同事 诶 是嫂子 怎么齐总没在一起 齐辉她 啊 我忘了 她今天又加班 我下班的时候 还见她在办公室 你是说 你下班时见到她了 对啊 我想起来了 她的几天都加班 差不多有 有五六天了 齐辉的同事非常笃定地告诉我 齐辉这些天 一直都在公司上班 根本没出差 告别齐辉同事后 我心中五味杂陈 眼泪也呼之欲出 如果齐辉同事所言属实 那齐辉十有八九 也没去聘保姆 他这是在将我的君 想以这种方式让我就范 让我忍受不了之后 心甘情愿地辞职回家 第二天上午 我先去了家政公司 然后去了齐辉的公司 见到我后 齐辉的神情 只比见到鬼 差那么一丢丢 别来无恙啊 齐大经理 不知道您出差 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齐辉咬着牙 关上门 对我说 小静 我是真没办法面对我妈 你看 我一个大男人 又照顾她 我问你齐辉 是谁 把你带到这世上来的 是 你妈她脾气是不好 小时候可能也因为工作 忽略过你 可她终归是你妈 再说了 你不想面对 就把她扔给我 也许是怕吵起来影响不好 齐辉并没有接我的招 只是继续劝我辞职 说她可以在保姆工资上 再加一千块钱给我 你做梦 我气急 压低嗓门 回了她两个字 如果 我说你要是不辞职 咱俩俩就离婚 当我听到离婚两个字 从她嘴里说出来时 起初是不幸的 在确定自己没听错后 感觉她是被鬼摸了头 她现在这情况 自己提出点离婚 然而不等我马上反应过来 这绝不是她的真实目的 于是我斩钉截铁的回复说 如果辞职和离婚 必须二选一的话 那我选离婚 话虽这样说 但当我进了电梯后 眼泪还是夺眶而出了 她的母亲病了 我请假照顾着 她不但不回家帮忙 还借口出差 连家也不回 这样的男人 对生她养她的父母 都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照顾 能让我托付终身吗 从婆婆的经历看来 人生最困难的 并不是前半生 有可能是后半生 要比前半生困难许多倍 万一我后半生有个什么 这样的丈夫 能指望的什么 听齐桂讲 她母亲年轻时 喜欢唱歌跳舞 经常把她一个人 扔家里不管 自己出去玩了 这是她童年时代 最难抹去的记忆 她总觉得作为母亲 婆婆有不称职的地方 可我觉得 这都不是她逃避责任的理由 婆婆请的保姆 工资多半 是用婆婆退休金支付的 医药费单位管了绝大部分 所以齐辉是不用付多少的 只负责张罗就行了 可她想着的就是 把老人扔给我 结婚17年来 我第一次以旁观者的立场 看自己的整片人 却发现了自己之前 从没感知到另一面 只是这一发现 让我的心底 不由地生出一丝海意来 直到我回家帮婆婆 擦换下纸尿裤 擦好身子 又安抚她睡下后 我还没有从齐辉口中 所说的离婚二字缓过来时而时 兴许是看我的神情不对 婆婆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缠着我说着说那 安静地睡下了 让我含心 含到底的呢 是 那一晚 齐辉还是没回家 我在瓢窗上坐了很久很久 直到双腿 激进失去知觉 第二天上午 我正准备把婆婆 先天 换下的衣服 放进洗衣机里 意外介绍到了 这个学校校长的电话 于静 你要辞职 校长和我说 齐辉去学校了 说是家中母亲瘫痪 我要照顾老人 工作是顾不上了 想请长假 学校领导 以我教的是毕业班 短时间内找不到 合适的替补老师 拒绝他后 他就干脆说辞职算了 我连忙和他讲 已经请好保姆 马上就可以恢复上班后 校长才气羞羞地挂了电话 零挂电话前还咕囊着 真是岂有此理 你这老公也太那个点了 本来 我还想打个电话给齐辉 找他求证一下 或是把他说几句 可他的电话号码 显示在屏幕上时 我的手又顿住了 这事已经非常明显 不用再求证了 我应该考虑的是 自己的去留 回学校上班一个星期后 之前差的课 已经补得差不多了 我抽空去了一趟女儿学校 让我欣慰的是 我的女儿 她全然能够理解 我的辛苦和坚持 这也是在我 执着于自己的工作之余 最大的骄傲所在 老妈 我看着你趴在桌子上 眼皮都睁不开了 还得改作业 又要应付奶奶 我是真心疼 和女儿长谈后的第三天 我往齐辉的邮箱中 发去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我只要女儿 房子她要的话 就把我那份的钱 补给我就行 女儿的抚养费 她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给 我不做要求 而且离婚之前的这段日子 我不会再回家 晚上照顾老太太的事 请她另做安排 一个只爱自己的人 就让她跟自己过去吧 我知道 成年人的婚姻 不是那么好割舍 但我更不想 屈究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在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建立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会订阅我的分享 好 我会订阅您的分享